大家好我是九指丸魔阿姆威 这次要介绍的是Figura Standard Caman Rider W Heat Metal 与Luna Toriga 因为饭格约卡要发了 想想我最喜欢的空我都买齐了四个颜色 那第二喜欢的W怎么能不用行动支持一下 所以就补了这两个亚种形态 其实还欠一只纯纠可不够要等再版 当然这两只是2019年的商品 那时候万代对骑士模型还是处于有一搭没一搭的做 随时会腰斩也不奇怪的情况 很多后来成型色黑科技也还没有投入 所以看起来烂烂的不怎么样也没办法 这东西最大的卖点就是能便宜的凑起九人W吧 FRS假面骑士W HM与LT内容物都包含本体 配件有主武装 平手一对 右手握武器 左手指人手 一个 FRS制式支架一组 W个形态 Sychron Joker是负责耍帅刷存在感比手势用的 Hit Metal是当对手真的很急歪 拿棍子敲敲敲敲敲爆对方狗头让观众解气用的 Lunatolica是面对狡猾敌人追踪但能追的敌方 怀疑人生顺便处刑用的 Funk Joker嘴上说是妈妈的守护 但其实是给菲利普加班用的小玩具 至于X-Dolim那是出来骗眼泪的 我祥太郎软啪啪不够硬配不上菲利普 如果把洞里的鸟鸟拔出来菲利普就要空了 额我们还是回归正题吧跑远了 这时候的模型骑士确定了两个后来一直沿用的方针 就是透明敷衍加上一层银色贴纸来达到视觉华丽伸 其次就是尽可能做到本体完全分色 让宿主玩家也能有不错的体验 但那时候的万代还没有导入后来空我 力霸王装甲的特殊成型色技术 所以就算有分色也顶多是简单的珍珠色质感 纯宿主还是上不了台面 跟后来那些可能可以跟完成品一拼的评价还差得远 W系列如果摆到现在来出 主色部分可能会是金属光泽成型色 然后身体中间的银线会用仿电镀涂装 价钱虽然会涨 但宿主的水准肯定会比现在高 这W模子主要就三个缺点 首先是大头短腿五五升的模型骑士通病 其次就是手环脚环的贴纸 除了HM多给了两张万 都莫名其妙的只给了半边很诡异 最后就是髋关节外露的过于明显粗暴 但这缺陷在看了昨天的丁智库误犯之后 这是先驱等级的设计 现在不算缺点了 腰带不管是开模还是分色都很简陋 哪怕是贴纸补色也显得偷懒 不过基础的记忆体独立可拆 腰带可上下搬动 以及右边的绝招发射器 能装记忆体的小玩法都有做出来 武器的部分 棍子是直接给了两组零件重现杯挂与手持 杯挂的版本有偷胶 手持的版本倒是长度细节都还不错 颜色都是用贴纸补的 记忆体的话都可以插进插槽 至于其他什么伸缩 发火变鞭子等可玩点就被省略了 枪的话有基础的前端变形 记忆体也能插入 但W本体没有可以把枪装胸前的卡扣设计 所以还原度比棍子还低 而且厂商便移形式 没有开握枪手的模子 所以这则是扣不到板机的尴尬状态 三支的比较 本体模子都相同 背后装围巾跟棍子的洞 也是都事先留好的 有需要就用 用不到就给个小盖子遮着 这模子一开三间 算是很漂亮的兼用卡教科书 东印应该很后悔 当初设计X豆利姆是全新的皮套 这样商品就无法一模四间了 真骨雕最近公布了 所谓的完全新规W商品 竟然没有人猜是X豆利姆 你就知道这片眼泪的存在感有多低 接下来进入W的零件拆分结构的说明 那因为三支其实都是一样的膜子 所以我们就拆一支来说明 头部是这支最麻烦的地方 因为它的这个角色是负责连接它两片零件的一个部分 然后这个角色装上去其实蛮紧的 所以在拆这个角色的时候要小心 角色拆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把它的脸给对半拆开 脖子也是整组拆掉之后 然后侧边的这个部分拆开 身体部分不是拆手 而是直接拆它的胸肌 所以就直接把它两大块胸肌给拆掉 再来拆它的腰带 从它黑色的这个分件的部分 把整组腰带给拆下来 然后把它的侧边的腰带也拔掉 这样整个腹部的结构就空出来了 直接就可以把它侧边这两片给拆下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省去了 就是拔它腰部球关制造断裂风险的机会 下盘的部分拆脚 它的这个脚是单向插销 再来就把它内裤也一并拔掉 所以它的设计就是它有一个中轴线的骨架 然后套上头套上脖子套上胸口套上腹部 套上宽部装腰带装脚 来完成一个它的9形态的随意转换 而且它拆分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都避免了所有球形关节的一个零件拆分 所以它拆的一个风险其实是很小的 这个设计算相当漂亮 所以这三形态买9盒是真的能无痛装出W9形态的 而且结构完整 这点比当年的SIC好一点 零件部分 分尸骑士T的零件是CJ专属的 然后那些伸长手便鞭子小昆虫装武器的噱头模型是玩不到的 这点当年SIC配件包倒是勉强胜出 接下来是可动的介绍 那这一支它可动就是非常的粗暴 肩膀的部分是球关 还有一个外拉式的结构 然后肩甲是独立可动 但是肩膀上台的时候这个肩甲稍微会卡 所以你要稍微把它的球关往外拉一点之后 然后它的这个肩甲独立可动 才能够达到最大的可动性 而且你把它的这个球关往外拉之后 手背上台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破弓 所以这就是一个粗暴的可动关节 往前的可动 关节完全用上可以做到双手持剑 所以Luna Toriga它那个双手持枪的动作是做得到的 上臂平面回旋 手肘二重关节 手腕是单纯的球关 脖子是二重球关 前 后 转头 扭头 灵活 腹部也是二重关节 前 后 转腰 扭腰 它的关节设计都是一个很制式化的结构 宽部就是所见即所得的可动 单向的前跟开 平面回旋 那大腿上台因为留好空气了 所以有一个差不多90度左右的可动 膝盖 二重关节 平面回旋转动稍微会变它的这个边缘卡 所以要稍微往下扳之后再做旋转 不过比较可惜的就是它这个宽部留了一个这么丑的空隙 但实际上能做到的可动也就差不多90度而已 没有很优秀 脚踝是内转轮前后旋转 接地要用扭的 但是因为它首先是这个脚踝的一个预留空间不是很大 所以它的这个关节可动没有很好 其次就是它这个结构有一点就是偏脆 所以在动它脚踝的时候要小心点 如果掰过头是有可能把它掰断的 大腿外开跟接地 高贵支还算标准 结论W商品就SHF现在看起来素质是真的不行了 SIC太小众也不是好的收藏标的 真骨雕W又是个特机八毛贵的系列 所以封都侦探入坑的玩家想买个W应景 模型算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 刚好模型W三形态最近都有再版 市面上好找 接下来的FJ跟酷厄大叔应该也都不错 的确是个好入场的时间点可以参考 以上就是本次FRS模型假面骑士W Hit Metal 与Lunar Toriga的介绍 详细的拖文说明请点击下方的推广 那喜欢阿姆的文章 请记得订阅阿姆的文章 阿姆的文章 我们下篇文章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